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从头再来的魄力 我之前在某音上面两个月做了四万个粉丝 然后结果他把我户头关掉了 然后我现在从头开始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做 那个某音刚把我户头关掉的时候 的确是非常气啊 花了那么多精力 每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结果把我户头关掉 就等于说全部的 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浪费掉了 那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那我就不做了 反正做了也没有用 也会户头也被删掉 那后来又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啊 是吧 因为人生很多时候你都会碰到挫折 然后你需要有 随时都需要有重新从头再来的这种魄力 就等于说把它当成一个修炼的机会 是吧 虽然说他把我户头关掉了 但是最起码我学到了经验 我比以前更有能力了 我下次做反而可以做得更好 从头再来的魄力你有吗 留言告诉我 小红书